所以古人劝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生佛 为什么 那一生佛你说佛会挣多少 说话的时候 不但没有佛会 造业 然后我们就看到 这些阿公阿婆 一天到晚在 尼阿弥陀佛 古大的说 那种人暗祸悼妙 他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所做的 所表现的 真干的 跟那些完全通达的菩萨 没两样 菩萨做到 他也做到了 菩萨是一切明了 他一切不明了 但是明了不明了 另外一种事情 他两个都做到了 两个都做到了 往生的时候 平位 两个就会一样高 到极乐世界 他智慧就开了 这个我们能相信 人的大吃大物 民心兼心 也是欲言不同 古德有一句话说的好 但得见弥陀 后愁不开悟 不能开悟的人 见到阿弥陀佛就开悟 语言不一样吗 所以我们往生进土 见阿弥陀佛 这第一桩打死 其他的都是鸡毛酸皮 不足以为道 天上人间再不再想了 那是什么 那是高生死 高轮回 不能干了 所以这叫 甘露法 甘露法